今天就来讲讲辽兰的新外援 冠军中锋埃里克·莫兰德 莫兰德1991年出荣于休斯顿 身高2米08 大学就读于俄勒冈州立大学 莫兰德在2014年参加NBA选秀 遗憾落选 但凭借下几年赛防守端的出色表现 国王给了他一个圆梦NBA的机会 他的生涯曾效力于国王 霍塞 太阳和猛龙 生涯最高场景也只有两分 是个不折不扣的酱油男 他却有幸在猛龙收获了总冠军戒指 而这也是在NBA最后一段旅程 2019年 无人问津的莫兰德转战CBA签约山西 作为一个典型的跳跳男 莫兰德在场上活力无限 进攻端进入挡柴后的吃饼 快攻以及二次进攻是他的主要得分手段 防守端他的机动性 弹跳以及篮板保护 让他的护防效果十分客观 在山西的两个赛级的场军都能拿到两双 在富兰克林主导进攻的山西队 莫兰德更多是在防守端帮助球队 博特在上赛季对证广东的两场比赛中 进攻发挥极其出色 分别得21分19个篮板6助攻4盖帽 和25分10篮板3助攻2盖帽的数据 与这也是他吸引辽兰的一大原因 而加盟辽兰后 在纪委和艾伦身边 他将有很多轰炸篮筐的机会 而在防守端 他也将如同周琦的全运会时在辽宁队一样 提升辽宁内线的机动性和防守范围 而这一点也是辽兰前几人大外援泰勒 巴斯 兰多夫都不具备的 但他46%的罚球命中率 可能会成为他的一大隐患 值得一提的是 球场之外的莫兰德也是情场高手 汤姆森的前女友斯托金和皮鹏前妻 都曾和莫兰德传出过绯闻 也让在场上表现平平的莫兰德 收获了更多的关注 如果莫兰德可以帮助辽兰成功夺冠 他也将成为第二个 同时拥有NBA和CBA总冠军介质的球员 感谢观看